相信不少朋友都看过以永春泉为题材的电影叶问和一代宗师 永春泉是我国独特的武术门派之一 就连功夫巨星李小龙创立的杰拳道都与永春泉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不仅在国内在海外的永春泉也受到越来越多外国朋友的喜爱 那么在一国他乡那里的永春泉师是怎样开管授徒的呢 今天我们就要带您去认识一位美国的永春师傅 叶问被称为永春泉的一代宗师 他改善并推广永春泉 令永春泉名声大噪 逐渐被推广至世界各地 在美国加州的洛杉矶就有一位资深的永春泉师 在孜孜不倦地发扬永春精神 林小福祖籍福建在印尼出生 他在加州的这所永春泉学校于2011年创立 已经招收了150名 林小福本科所学的专业是商务戏机馆 对于市场相比传统的永春师傅 他有着更为敏锐的眼光 在04年来美国前 林小福调查发现 不管是东方还是西方的武术种类 在美国所有的产业中只占有大约3%的市场份额 但就永春泉而言 发展空间更是巨大 有人说加州集中了美国最多的武术种类 仅仅在这条街上就有大大小小的几十家武术学校 但是从全美范围来看 这个武术行业所占的市场份额 还是非常非常微小的 林师傅希望在未来的几年中 他可以在全美范围内招收更多的学生 在各地开设更多的永春泉学校 他的梦想是有朝一日 可以像滑雪 跳伞 舞蹈那样 成为一个美国人家喻户晓的活动项目 然而要实现这一目标并不容易 这不仅需要让美国民众乐于去接受永春文化 还要挑选到合格的学校管理者 两个要素缺一不可 如果我们的功能不是几年 Então, ela Kissuca Difficultorian Our Kung Fu Aqu Activist. Até point that, yes, a Кoge pink slopp Exclusão do land before. Yes, we get a heart beat on Kung Fu, but they don't want to get involved on a business, or their heart is on a business to make money, but they don't have the heart for the Kung Fu. So to find, you know, people that have both sides is not easy. In the北 of Germany creating ilgili детages, 在学生拳的十年间,林湘福也曾在这方面吃过亏,她的一些学生学艺不经,就擅自开馆招收徒弟,损坏了学校的学生,不过从总体上讲,林湘福还是幸运的。最近,她又为洛杉矶的学校物色到了一位合适的管理者。 约翰·麦格尔,土生土长的洛杉矶人,上世纪八十年代曾担任美国空手道冠军电影明星查克·诺里斯的教练,也曾在李小龙的团队中担任助理。 婚后,约翰逐渐离开了武术行业,转而在一家航天科技公司工作,但是在他心里,一直希望可以重操就业。 转眼间,两年的时间过去了,在林师傅的指导下,约翰进步很快,也打算对他为以重任。 在春节过后,林湘福就要将洛杉矶的永春泉学校转交给约翰,继续自己的永春之旅。 就这样,在过去的十年间,林湘福在美国的五个州开设了十二所永春泉学校,招收到了学员一千多人。 他还将永春泉学校开到了英国、意大利、巴西等另外的六个国家。 下课时,向师傅行礼也是必不可少的仪式。 在洛杉矶永春学校的墙上,还过去美国学生去中国旅行时为林湘福带回的礼物。 这实际上是一个坏的坏。 在北京城里,我们在北京城里的坏。 我希望大家想要提醒到学生的坏。 到这里的坏中间,永春我们的坏。 所以,坏中间,坏中间的坏。 北京城里,坏中间,非常简单。 但我对我,它是特别的名字。 Every time I do this course, this will remind me what that you pay like to drink water.